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某一天突然收到了公司的信息 说让你产假期间 每天要写一篇销售工作心得 按每天工作八小时来算 每小时写六百字 好像是给蓝姐安排的工作 这活我干不了 注意 如果你写了一个错别字 罚五十元 一句重复的话 罚款一百元 晚交漏交要罚款五百元人民币 而且公司还说了 考虑到你是在哺乳期间 所以避免你受到电脑的辐射 你必须手写 蓝姐的表情 已经让人觉得很可怕了 但是这不是电视剧的场景 是发生在上海的真人真事 真的 所以今天的你会怎么做 我们来看看 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会怎么做呢 主持人谈及的事件 发生在上海一家家具公司 休产假的员工 被要求手写销售心得 并设置了处罚条例 而公司的目的 真的是那份 所谓销售心得吗 无独有偶 此类事件 似乎并不少见 有员工因怀孕 被吊岗去施工现场 有其位 粉尘 造影 危害的话 对我来说没法避免 有员工因怀孕被侮辱 甚至 降薪 他对我有严格的侮辱 然后也包括 就是有 威胁 然后也有对我 实行吊岗淘薪 这一块的 他就说对我 抬一下我不下 还骂我不要脸 死不太脸的 带在这里 今天的你会怎么做 我们将会把这些 公司内的恶劣事件 呈现在公共场合 领导 我的产假 真的什么时候批下来 他怀孕这个事情 有为公司考虑吗 过几个月 还要领着公司修产假 这不是让公司便宜吗 出于利益考虑 公司打算 逼员工自行此 公司安排你 去工厂那边上班 偶尔协助工人搬帮户 我 我们公司不养闲人 要不你就接受调杠 要不你就自己 主动离职吧 这两位都是我们的演员 在他们的四周 隐藏摄像机 已经布置完毕 当人们目睹刚才那一幕 他们会怎么做呢 小婉呢 坐下坐下坐下 你个孕妇不要站起来 这个现在怀孕了 这个算是人生新的阶段了 对你的人生呢 这个也是送上这个真诚的祝福 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老板 相比送上祝福 某些企业更看重别的东西 你在那个办公室 工作呀挺辛苦的 要经常加班偶叶 这个也挺累的 看你这个怀孕了 对你这个胎儿啊 成长也不太好 我们考虑赛三 对你这个工作 岗位进行调整 给你剪剪鸭 什么的呀 把你安排到那个 郊区的那边的工厂 工厂 积累证据 是很有用的证据 公司会给出一些软钉子 让怀孕的员工知难而退 就帮那个工人啊 在这个流水线上 办办货物 整理一下货物 就可以了 能把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说得这么清新 也是为谁了 都是为公司出力 我们部门经理 也会看到你的表现 我不想去工厂上班 你不想去工厂 你就自己主动离职算了 公司没捞到你一点好处 你还占尽了公司的便宜 你这不是占公司便宜吗 两位女士一直在关注 而且保留了足够的证据 公司早晚会放弃你 你知道吧 就是你以后 生完小孩 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来 像你这种情况 也没有尽身的机会 最关键的时候 掉链子 去生产去了 那就不能怪着我们了 是吧 想留在办公室工作 就有什么事情 尽管申父我能做的都可以做 我不想去工厂 挺这个大肚子 我不敢招了你说实在 考虑心 他们会怎么做呢 就是这个情况 让他了解清楚法律 在跟你谈 那我可以拒绝他这种要求吗 可以啊 你可以去跟公司的法务 谈一下 或者是让他跟法务 了解清楚具体的条文 条例 因为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 法律的细节 但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咨询一下 因为我们公司有法务 可以找潘律师 帮他咨询一下 你现在想去找法律 我帮他报销 我帮他报销 法律是最大的后盾 而且一点不跟我们的男演员 开玩笑 考虑的不一样了 找潘律师 先帮他咨询一下 好像潘律师已经给出了方案 律师放下了手机 这个帅哥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我觉得他是个孕妇 就是你跟他 互通这种 还是稍微注意一下 他的心情 因为我自己 我是生我孩子的 反映一天 就不知道给他很大压力 这样可能到这 早产或者都产 如果刚才是一个妈妈的共情 那接下来就是潘律师发言 他可以选择调岗 也可以选择具体的 将心将心 因为这个是法律公裁 会支持的 他自己选择调岗 OK 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能选择 就是我是被调岗的 我不接受的 那这是他个人的 我觉得还是他的权利 还是他在你们公司工作的 一个权利 然后你们公司的义务 其实也是有义务 有责任要照顾好 自己的内部员工党 说完专业的法律意见 女士再次回到温柔的共情 而这一次 是对男演员的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结婚了 还是没结婚 你自己有爱人 你也不希望 你的爱人被单位这样 就是在性别的 会执行一步 那我觉得你们这个公司 法律意识太大膜了 这种是违法行为的 并不是单纯吓唬 女士还出示了法律条文 因为这个是法律公裁 会支持的 不在场的潘律师 帮了不少忙 现场的这个帮助人员 这个介入人员 其实是三位 有两位近在眼前 还有一位潘律师 远在天边 正在手机上来 不断地吃招 对 马上提供了 专业的这个知识的背景 来支持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俩在场的 这两位女士 都已经很专业了 这是复联的工作同志 还是这个工会的工作同志 这在他们公司 应该是相关岗位的吧 而在男演员离开后 女士还有更意外的举动 小美女 要不要加按你微信啊 可以给你推送一些 我们公司有律师 到处可以推荐给你 你可以咨询她 免费咨询 女士把关心藏得很温柔 可以找潘律师 帮她咨询一下 你现在想去找潘律师 我帮她报销 我帮她报销 这是法律的帮助 也是人与人之间 更珍贵的情愫 不用担心害怕 我们虽然是女性 但是我们在社会中 不会被歧视的 不用担心 瞧我们俩素颜的真合适 因为我自己刚生了孩子 然后我觉得像这种情况 还蛮触动我的 一方面我们也是女性 我们一样都是弱势群体 就被这个男生说 我们都是弱势群体 另外呢就是 我觉得就是 她可能对这一块的法律的 不是特别清楚 然后我们自己也经历过这一段 我觉得是有义务要告诉她 有这个责任吧 让她知道自己的权利 然后也希望这位男生 能够知道自己所在公司 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给我们公司的那个法务 打了一个电话 希望因为我们也不是 特别 也不是这个专业条线的 希望有专业的人士 给到我们正确的这样一个指引 然后能够真正帮助到她 因为我们可能也就是这种 精神上的帮助 而是希望通过真正的法律武器 去维护她自己的这样一个合法权益 这两位还真是 非常的及时 关键的介入了 法理上的帮助 还有情理上的温暖 应该说是面面俱到 怎么点评他们的这个步骤 首先是这样啊 找这个公司法务潘律师 是在找法律依据 然后面对面的 没事还去共情 是首先软化现场气氛 但是软化了气氛之后 所有的原则问题 丁是丁某是某 这个处理起来还是很有章法的 粗中有性 柔软中有坚硬 对啊 在现场一个是给了人家 这位我们的女演员啊 也就是他们看到的孕妇 足够的情感的抚慰 就是 因为人在那个状态下 有时候可能会备受打击嘛 你身体要紧 这时候先安抚住情绪 再接着呢 好像是在有理有据的讲这件事 但是其实是把有关的知识 都已经灌输给她了 就算我们没加微信 不在一起了 因为一会儿餐厅里大家会散掉嘛 但是希望这些东西对你 接下来的选择会有所帮助 嗯 其实刚刚有一番话 我也想起了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当事人啊 就是有一些确实不良企业 逼迫已经怀孕 或者是被孕的员工辞职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恶劣案例 前一段时间这个短视频上曾经爆火的一件事情嘛 然后那件事情就是 没有咱们呈现的场景 这么柔和 那件事情简直就是一系列的刁难 我也不敢说真的 就把一个正处在怀孕期的一个女员工怎样 但是整个一个公司从上到下出了一个组合权 对这个人开始进行各个方面的刁难 就是想逼他自己说辞职 这是那么一个很恶劣的一个事情 然后后来引起了大家的公愤 雷鸣老师说的事件发生在吉林长春 市民陈女士在怀孕后 竟被公司安排去工地上班 公司安排我 现在在这个地方办公 没一句呢 事实就是那个酒屋子 温度也就很高了 变得冷 现在回来那种急都慢了 我这个部队啊 排子压策的就会平凡上动 它是上次走路的早期还得走失 然后走廊零个灯都没有 似乎差不多都是空的 温度跟室外一样非常冷 但是公司说你只能在这办公 如此事件让人愤慨 但却并非隔离 我之前看到新闻里面的一个案例 就是原来是类似于做某个部门的总监的职位的 但是可能是怀孕了 公司对他不满 直接从总监连路18级 让他去干嘛去了呢 去洗手间替代管洗手间的阿姨 负责打扫厕所 从总监到了洗手间 让怀孕员工看厕所 的确是某些公司的恶劣手段 在当事人拒绝离职后 公司领导说了这样一段话 对此类事件 法律一直在提供保护 普通人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观察继续 你这个马上要生产了 公司也要练在你这个身体状况的情况下 对你工作岗位进行一些调整 那是调到哪里 就是工厂那边上班吧 工厂 就是一些搬搬货物的工作嘛 那个工厂它不是有流水线吗 有些那个流水线上的那些货物掉下来了 你就记得把这个货物搬到那个生产线上就回了 对待怀孕的员工 某些公司既傲慢又残酷 你如果不愿意去工厂上班 那你就自己主动去离职 有共鸣 也有愤怒 女士的表情并不轻松 你要是不去啊 过两天 人都招满了 你想去就去不了 办公室敢为你是别去了 办公室没有你可以干的活 我可以干的 领导你再考虑一下吧 我替你考虑 谁替我们公司考虑啊 那边也不累 就是办办货物 是吧 咱们做交受的 就是出去跑业务 没有业务就是个废物 面对公司的施压 剖鞋会是个办法吗 那我去工厂上班 他们压着声音 焦急挥手 但无声的示警 演员并没发现 你能想通了 去工厂那边上班 说明你很有觉悟 提醒没有效果 而员工的妥协 常会导致更大的压力 我们还原了新闻中的内容 不单是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去流水时间上搬搬货物 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工作任务 要安排给你 什么呀 要写一个新的销售报告 就你每天上班八个小时吧 按每天八个小时时间来写 每个小时是要写到四百个字以上 听到 那屏幕有福射 我们现在还月 那所以就叫你手写吧 手写 手写不会写 有特别证明记号 罚款五十元 重复句子 罚款一百块钱 你也知道公司不养闲人的 如果你做不了 接受不了这个条件 你就回家带孩子去吧 你看雪上加霜 本来已经退让了一步 怀孕的员工适当的示弱了 可是这示弱没有换回来 相对平等的对待 反而让他的处境更加的糟糕 这边的压力越来越大 那边已经给出警示的他们 还会有所行动吗 你好好想一下 我去接个电话 好吧 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来 我们继续来 女士清楚问题的本质 很是义愤填膺 生气之余 女士依然有冷静的建议 家人是坚强的后盾 陌生人也可以是温柔的屏障 这个男的真太过分了 幸亏是假的 幸亏是假的 你有看到这个样子吗 我没有看到 我找不到 因为我太亲人了 其实就是不想支付 她运气保护的这些工资 对于女生 就是一种损害她的利益 也不利于她今后这个社会 因为现在强调就是鼓励 生育鼓励怀孕的嘛 如果一个女性 连自己的一个生育权 都无法保证的话 那你何谈 我会要去选择去生小孩呢 就是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吧 我们其实并不过分强调女权 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 男女平等的这种权益 我觉得像你们这种 做这种案例去给社会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就是让女性增加一些 这种法律常识吧 所以您今天跟她说的这么多 她真的怀孕了吗 她其实是我们的演员 好玩的你演的还是很酥的 你演的就太酥了 这是一个非常欣喜的小姐姐 两位也真的是有章法 你看就是从短期来看 能够给予一个缓兵之道 长期来看 她其实看到这个事情 背后对于个人 对于个体 对于这个社会 造成可能的伤害 对特别是跟自己 切身的这种 可能切身之痛会有关系的 就是职场上遭受歧视 因为生育的问题 在职场上遭受歧视 这是双重的暴击 所以呢 这个是性别加职场歧视 所以女性肯定会对这个话题比较敏感 因为吐死胡悲嘛 同类都遇到这样的事了 那接下来可想而知 我要不替她说话 将来谁替我说话 下一个就是我 对对 但是我比较奇怪一件事 因为她扮演主管的那个男演员 真的是微妙微笑地演出了满满的恶意啊 那种恶毒那话啊 那是太好了 你很合适去工厂 那就是流水线上掉下东西了 你就搬一搬就行了 每一句话里边就是微笑当中 透出了无比的恶毒 居然没有现场 没有人上去怼她 我表示奇怪 陈岚老师在期待有人怼男演员 而雷铭老师则在遗憾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有一点特别 怎么都是女的上来提醒 就是男的就没这意识 我不信 真的 我们两个场景了 两个场景都是女性 我不信男的现在没这个意识 为什么女性对这个话题 有那么强烈的一个共情性 根据我长期写这个自媒体的经验 女性群体对于孩子 生育和或恋的这种话题的敏感度极高 这是赤裸裸的歧视 我告诉你 尤其是 还对 我们男的对这个话题敏感度一夜不低 真的 对 接下来这个画面当中 马上有男生上场了 我猜也会有的 看看他会怎么做 他会怎么说 他会付出什么样的行动呢 你可千万别说错话 你可千万别说错话 代表男性担当 压力好大呀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 下节你会怎么做 两位男士出现在观察现场 雷老师满是期待 这事我们不推塔了 我们也得管这事 但是期待似乎完全落空 保护好鱼姬 感觉可以反复回身边 他们好像只关心游戏 莫非男性真的对此毫不敏感 广告之后 你会怎么做 观察继续 怎么做 今晚我们关注怀孕员工 遭遇职场歧视 上节中 连续两次观察 都是女性出手相助 接下来 我们遇到了两位男士 工厂那边有个 比较轻松的闲材 挺适合你的 明天呢 你就去工厂上班 不用来办公室了 工厂 工厂那边挺好的呀 工厂那边空气又好 那我去那边做什么呀 哎呀 你就是在那边 复取一些那种 收获呀 整理的工作 适当地跟那些生产工人 去办办一些小货物 就可以了 孕妇也要适当地锻炼 对你这个 看里面的宝宝也有好处呀 别有用心的吊岗 还有着漂亮的包装 去工厂那边挺好的 空气又好 又清新 事还少 但是我要跟你说清楚啊 去工厂那边 虽然是闲材 没什么事 但这个工资待遇呢 跟这个福利方面呢 可能就不如 在办公室上班的 这个公司收录了 旁桌的两位男士 原本一直在打游戏 但他好像停下了 而他的同伴 则颇不平静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们现在正在打游戏 而且两个人正在配合 打一个游戏 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让他们分心 谁说男性对相关话题不敏感 雷鸣老师对两位男士充满期待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 如果你觉得我是在为难你的话 你也是选择不做呀 自己自愿辞职啊 我感觉你很气氛啊 我是很气氛啊 因为我我也有这个 我老婆不也是 每一个怀孕的都有可能存在 比方被歧视啊 或者是被不公平的对待 一直在玩游戏 也一直在关心 听到你这公司也没有权利 对这样对一个孕妇吧 你这是绝对是违反劳动法的 你信不信 我没有提示他呀 不是歧视的问题 不是歧视的问题 人家在孕妇在怀孕期间 你能随意调他到这种 偏远的岗位吗 可以随意降别人心 你这是严重违反劳动法的 你信不信 我没有这个 我们刚刚都听到了 我们刚刚都听到了 我说为他好 那边空气好呀 叫到海边去好 空气更好 这个事情你们也别好 这个事情 不能辞退 不能强行调动 不能降薪 这是有法律依据的 对我们一边催塌 一边管这 这个好 两边都不耽误 这一定是个王者 既要行侠仗义 也不耽误王者荣耀 保护好鱼姬 保护好鱼姬 对 而且他这句话是 一语双关 我现在能够感觉到 现在还有两个赛场 两个战场 手上的战场 和现实的战场 保护好鱼姬 感觉可以反白卫生 当然可以反白卫生 因为他有最强大的武器 如果你们强行这样做 男神他是可以高女的 他可以通过劳动重台来 起诉你们 可以起诉你们公司 对 赔的会更多 这个对你们公司的损失 应该更大吧 百分百是一个公司 对 百分百是这样 法律保护着孕妇 丈夫保护着妻子 不是很气愤啊 因为我也有这个 我老婆不也是啊 人家是弱势群体 你不能这样对人家 人家还是怀孕了 如果你老婆是这样 你会怎么想 你老婆在公司 都要受到这种对待 你会怎么想 你是有点欺负人 游戏里有句话 你永远不知道 队友在干嘛 他可能在仗义直言 还在被采访 你好 想跟你们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的 就刚刚那个吗 对 其实刚才那两位 其实是我们的演员 对 我好像看过了 我不知道自己会遇到 我可能有点冲动 我们是这个旁观者 或者是我们了解 这种事情的话 可能会更多的去关注 或者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 因为可能有的小女孩 或者是刚怀孕没多久的 宝妈呀这种的 可能有的可能 社会阅历不是特别充足 然后可能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自己一个是比较慌张 还有什么有什么经验 可能对自己自身的利益的保护 可能没有那么够吧 然后我们可能通过我们这种 就是过来人的这种角度 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些 更好的一些建议吧 然后可能也是建议 他们自己也更多的去丰富一下 这种相关的一些知识 法律的知识 包括这个对自己的保护的 这种措施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自己 先强引起来 然后才能保护这个孩子 保护其他的一些东西 其实你们说的时候 我还挺意外的 因为你们在打游戏嘛 没想到会挺身而出 然后不会落出 不是我们刚才打着打着 就觉得打不下去了 我觉得你们演得太好了 这个也有意思啊 这一对就是真的是 游戏里的天然盟军 可是在遇到现实当中 需要他们出手的时候挺身而出 仗义直言的好伙伴 但是刚才凌晨那个发言当中 他说过那么一件事 就是这不是跟我妻子一样吗 我妻子不是也遇到这事吗 她的这句话就说明 我们今天呈现的 这个所谓的剧情 它在现实当中 它是有的 对 哪怕你说它再个别 但实际上它是存在的 对 一个妻子曾经被不公正的对待 今天是她的丈夫叫林晨 在我们的镜头前 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对 虽然对于这件事情 有层层难处 但是他们能够果断破解 第一招法律武器 第二 劳动仲裁 第三招我们还有社会良知 其实这两个年轻人 虽然说一个可能未婚 一个已经是宝霸了 但是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角度 就是不失大国的社会良知 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趋势 如果说就是频频的在这种关头 跟这个公司开始拿出法律武器了 确实有法律武器 但是一个副作用就是 在面试招聘的时候 很多公司的这个HR部门 对于有可能将来 她入职了之后 很快就要结婚 很快就要要孩子 在面试的时候 很多女性就会面对这种 在内心深处都不一定明说 对 这怎么办呢 那么一直在呼吁 能不能夫妻两个人 在孕妻的时候 一起放假 那这样其实在劳动用工方面 男女就平等的多了 你的老师 你固然说的非常的美好 但是一点都不现实 为什么呢 这里牵涉到一个企业的 用工成本的问题 因为你牵涉到 两人都休假了是吧 就等于活是不干的 但工资要造付 那这个工资额外支出的部分 因为你的岗位 这个用人单位 还是要再去另外招人来干的 那么这个额外支出的成本部分 是由谁来承担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直为什么这个社会上 这个矛盾这么冲突激烈呢 就是关键在于这个成本 说白了就是生育成本 你在生育的过程当中 中间用人单位 为你所有支付的这些东西 是谁来负担 不能是企业一个人扛吧 不是 也不能 但是肯定也不能是人家 这个生孩子的这个家庭 一个人来扛下来 他也受不了 妻子生产的时候 这个男性也是应该回家 比如说做做家务 比如说照顾妻子 陪伴妻子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这个妻子可能身体比较虚弱 这个丈夫在家里面 所以这个产假 其实它成立 它的理由是成立的 在这个时候 既然妻子如果说怀孕生宝宝 丈夫一样要修这个产假 强制性的 那么这个时候 在招聘面试的时候 男女一样了 也有道理 男女一样了 就是让真正的 这样的所谓同工同酬 在面对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 不是被迫做出选择 而是让这个现实的土壤 变成可能 对 其实我们是在保护 每一个公民平等 用劳动赚取报酬的权利 我们不因为这个公民的性别 不因为这个公民 处在某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 然后就要在劳动用功这方面 去歧视他 甚至去欺负他 去孤立他 就保护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今天保护的 其实是每一个个体 也是保护着这个社会 良性有序健康发展的未来 当我们看到一个女性怀孕的时候 她孕育的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更加孕育的 也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如果说像我们剧情当中 呈现的这些不良的企业 面对一个孕期的员工 眼神中做不到有一丝敬意 但是也绝不要有歧视 毕竟法律不允许 我们的良知和道德也不允许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 本节目由东鹏特影大力支持 年轻就要醒着拼 累了困了和东鹏特影 大家可以在爱奇艺和腾讯视频 来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 下周四同时间 让我们再会